最近真的好無聊喔 好無聊喔 那看不看來有點刺激的 什麼刺激的 義大利的喔 微大利 義大利啦 喔 義大利 It's good to drive 一起看看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艾薩克 今天我們要來試駕這一台 就是我身旁的這台 Lamogini的Huracan STO 那這台車我認為它是 很有義大利的代表性的車款 在這個外型你可以看到 它有這個超級大的尾翼 甚至在這個引擎室上面 有一個很大型的進氣孔 然後包含這前面有兩個導流孔 如果說有看過之前 Huracan EVO車型 就可以發現說 它在這些細節上 其實存在了相當多相當明顯的差異 這台車呢 為什麼叫STO 其實STO呢 它就是義大利文 它就是SUPERTROFIEL的 OMERAGATO的這個縮寫 那它意思呢 就是說在車的這個道路版的意思 如果說大家對於說這個 保時捷車系比較熟悉的話 大概就是91GT3 RS的這個級數 如果說你想要下賽道 你只要就是全身的安全裝備裝好 那輪胎確定OK 其實直接下賽道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台車呢 它為了就是要這個 競技化的這個設定 所以說它全車75% 是由碳纖維材質打造 所以說它的車重呢 大概只有1.3公噸而已 這個其實就是大概一台 中小型房車的這個等級 它這台車呢 是搭載5.2升的V10自然競技引擎 大家可以發現說 其實現在自然競技引擎 越來越少見 尤其是這種大排氣量 高性能的這種自然競技引擎 其實可以更可說是受過僅存 那它的實際表現如何呢 我們等一下上車來跟大家分享吧 剛才呢我們就是在車外講了很多 這個關於輕量化的這個設計 其實一上車呢就可以發現說 這個整個座倉 現在就是被那個碳纖維所包覆 那這台車呢 其實很多東西你會覺得說 好像就是彷彿自身在賽車當中 包含說這個旁邊整個門板 它都是這個碳纖維材質 門板呢它也是利用這種 像安全帶材質的這一種布 來當成它的這個拉環 可以想到有多輕量化就可以多輕量化 這個儀表板設計 我覺得相當有戰鬥感 可以看到有這個油溫啊 油壓水溫這些 而且呢我發現它有一個小亮點 這些字樣呢都是用義大利紋來顯示 真的就是滿滿的濃濃的義大利味 然後另外呢我們看到這個中控台這邊呢 它也是這個按鍵的設計 我覺得也是相當有戰鬥感 就很像那種飛機的座舱一樣 就包含說這個窗戶啊 然後還有這個車頭台升 還有一些就是功能的按鈕 都全部放在這上面 操作起來我覺得也是相當好操作的 那還有一點呢我覺得 也是我覺得相當驚豔就是說 車輛操控的一些參數數值 它都獨立在中控螢幕 它包含說你儀表板也可以顯示 四個輪胎的碟盤的溫度 還有煞車油的油溫 這個它都可以顯示出來 所以說當你在這個賽道上激烈抄架的時候 你都可以透過這些數據 瞭解說你車子的狀況 這對於說一台這個就是那種 以賽事為出發點的這個車款來說 這個是相當重要的 雖然我們就是還沒辦法說開這台車去賽車場 不過呢這個畢竟它這個是道路版 我們也試試看說這台車在這個道路上的這個表現怎麼樣 那對於說性能迷來說呢 我覺得這台車的這個整體的設定 真的是好熱血 V10然後自然進氣5.2升 輸出640匹的最大馬力 而且呢這台車它是這個純後驅的設定 所以說呢它的這個動力數據 雖然比這個Huracan EVO的扭力部分 就小了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就完全不絲毫 絲毫不會影響說這台車整體的這個動力 表現 那這台車可以看到它這個 7速的這個雙離合器變速箱 在這個彎道裡 這個反應真的好快 所以我們來聽一下它這個聲浪 這個真的超爽的 稍微吹一下它這個後輪 就已經是蠢蠢欲動了出去 這台車真的是太刺激了 哈哈哈哈哈哈 避震器設定呢 我必須要講說 因為它畢竟它就是以賽車為Base的 所以說你不要去考慮說它這台車 到底做起來有多豪華多舒適的感覺 並沒有 它就是一台可以合法領排 在道路上行駛的這個賽車 其實它有幾個動力數據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然說它0到100加速是3秒鐘 0到200加速其實也只要9秒鐘 急速是310公里 對於說現在這個超跑等級的車來說 就是一個基本的要求 真的很期待說 如果說開這台車下賽道 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它這一台Huracan STO 它在一些外觀的細節 它真的蠻多地方是跟這個EVO版本 是蠻明顯的差距 就是一開始我提到說 它就是為了輕量化 包含說這個前面這個行李箱蓋 兩個鎖點打開來 它是整片一體式的這個碳纖維 然後它在這個引擎蓋也是 就是一整片的碳纖維直接拿起來 其實光這兩個地方的設計呢 就可以讓這個整體的車重 就是降低了許多 另外就是說 它這個前後輪都已經有加寬 搭載前245後305太寬這個輪胎 都是20吋的輪圈 而且它就是也是這種單孔式的這種輪圈 就是在外觀上看起來 就是跟賽車一模一樣 另外就是這台車我覺得 最搶眼就是尾翼的部分 它這個尾翼它面積很大 它在高速的時候可以帶來 就是相當大的下壓力 另外呢它就是具有這個 三段可調的這個設計 不過呢它就是必須要 透過工具調整 然後來調整它的角度 讓你在各種不同的狀況 就是有獲得更多的下壓力 我不得不說 就是一代一人真的相當會設計車款 那包含說這台車 它雖然是賽車化的競技設定 它在很多細節 跟這個HURACAN EVO車型明顯不同 可是呢 加上了這些競技化的套件之後呢 並不會讓你覺得說太過髒狂 然後會覺得說面目可真的感覺 它反而加上這些東西以後 讓你覺得說這整台車更帥更熱血 想要去操控這台車 如果呢就是你喜歡這一位 我指的就是說這種自然進氣 這種高轉速所帶來的這個熱情 這台車呢 我覺得真的是值得收藏一款車 因為現在目前的趨勢來說 以後呢 Lamborghini呢 它在這個自然進氣引擎的部分呢 其實也會逐漸的淡出 那未來呢 可能就是會採用油電系統 或是渦輪化的這些動力 來取代目前的動力單元 如果說各位網友 有對於說 這台車有什麼心得或想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處留言 那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我們影片 我們下回見囉 拜拜